接著就到2016年的第九題 今天我們有個fx是x3次加ax2次加bx加5 現在有一個p負10是一個turning point parta叫我們找回a和b出來 兩個unown的時候我們都會預計要有兩個relation 關於a和b來解決出來 第一個就是你會看到其實它現在穿過負10這一點 所以第一個relation就是你把f負1下去 它會等於10 所以我們就會有負1的3次方加a乘以負1的2次方 再加b乘以負1再加5是等於10 即是負1加a減b加5是等於10 所以a減b等於6 另外我們就要利用它是turning point這個特性 所以應該要先d它一次 fd一次就等於3x的2次再加2ax再加b 如果是turning point 所以我們知道fd一次是等於0的時候 3x2次加2ax再加b等於0 它說是turning point 即是負1其實是一個root 所以我們會把x等於x等於負1 我們會有3-2a再加b等於0 即是這個負2a加b等於負3 如果這個叫1式這個叫2式的時候 我們將1式加2式 那你就會出到這個負a 負b加b就0了 所以6加負3就是6-3就是3 所以就會有a等於負3 a在負3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b應該會是 這個就是負3-b 這個變成9 所以b就是負9 就是這樣 這個就會是我們parta的答案 好嗎